更新update panel 实际上就是说 update panel本来应该要放在 如果你的 button 按钮应该是要放在这个里面 结果你反而怎么样 你没有把它放在里面 你放在外面 那外面的你又要想要做到那个非同步的 这个 这个技术 那怎么做呢 实际上如果说你的这个 你的 button 或者是你的其他要触发的那一个 那个元件 不是放在里面的话 还是有办法 你可以怎么样透过呢 这个叫什么 trigger的这个 triggers这个标签的来 怎么设定触发 的这个这个元件那里面的话你需你可以设定是非同步呢 还是同还是这个postback 这两个可以去选 另外呢你必须要选那个控制项的 什么呢名称 跟事件 他就会自动帮我们产生程式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工具设计的还蛮贴心的 首先的话呢我们开启那个 叫做trigger这个 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按钮 理论上应该是放在 这个 update panel里面 update panel在哪里 update panel在这里 这个 这个区块 那我的button 在外面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就 不是非同步了 就变成在外面 所以怎么办呢 但是呢我又要想要能够 做到非同步的效果 这边是一个 其实各位可以通过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画面上面 或者你放了哪些你不知道的话 可以透过这边去做空 去去选取 属性上方呢 也会出现你这一个 网页里面到底放了哪些元件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想要知道update panel1在哪里 点下去 各位可以发现吗 现在 游标会放在这上面 如果换成什么 button1 游标放上来 有没有 其实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选取 那现在因为呢 这个框框在这个范围 只有 只有一个 是 是 是